女孩子不都喜欢粉丝吗 你不喜欢 可冰淇淋是男孩子 你连公母都没分清去买粉丝 老板 那我就先走了 就这样走了 我明天准时来接你 你要不要上去看看冰淇淋 他最近食欲不太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会食欲不好呢 你给他吃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给他吃了什么东西啊 那我上去看看他吧 冰淇淋 冰淇淋 怎么会食欲不振呢 食欲不振怎么还中了 眼看着还胖了一圈 胖了吗 嗯 哎呀我最近忙着修改图纸 我都没看他吃东西 你没看到不代表他不吃啊 哦 这样啊 哎呀这毛发弱起来好舒服呀 嗯 还香喷咚的 那当然了 我每天都给他洗澡 猫不能每天洗澡的 不洗澡怎么上沙发 不洗澡怎么上我的床啊 哎 冰淇淋 合作生活 辛苦你了啊 怎么是辛苦他呢 应该是辛苦我了 是是 老板你也辛苦了 我跟你说啊 我可没有亏待你的这位贵宾啊 我为了他 单独给他准备了一间房间 这么幸福啊 我想看看 走 怎么样啊冰淇淋你可真幸福啊 好 这也太豪华了吧 有一些还在路上呢 都是我画的图纸 我也给冰淇淋买了一些 小的家具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他的玩具都是粉色的 女孩子不都喜欢粉色吗 你不喜欢 可冰淇淋是男孩子啊 啊 你连公母都没分清去买粉色 你确定吗 他 他不是 好看就行 冰淇淋啊 冰淇淋 冰淇淋 你眼怎么这么懒呢 你还没分清 喂 您好 请问是顾川先生吗 我是 我是金岸奖 大中华区的负责人 您看到我们给您发的邮件了吗 邮件是吧 我现在再看一看啊 你还没收到 顾先生 顾先生您在吗 我在 我刚刚看完你们发的邮件 恭喜您 获得了金岸奖的年度设计大奖 不好意思 我有一个问题啊 因为这个设计是三年前的了 所以你们会不会搞错了 因为那个项目 今年才刚刚完工 所以还是被我们列入了 今年的评选名单当中 正式的通知和颁奖典礼的邀请函 我们已经记住了 您应该很快就会收到 我打这个电话呢 一方面是表示恭喜 另一方面想跟您确定一下 您是否会来参加颁奖典礼呢 顾先生 您能来参加吗 可以去参加 好的 再次恭喜您 我们的工作人员最近会跟您联系 确认一下颁奖的细节问题 那就不打扰您消息了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